我不是你養的貓 這是吳應成的個人專輯裡面收錄的作品 今天他帶著新專輯新作品 要來到節目裡 Hello 光明哥你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吳應成 我跟你講我剛離開一段這種關係 真的喔 對我超怕被控制 對我也是這段感情就是我個人的經驗 然後有一段感情就是他非常沒有安全感 所以他會變得很控制 對 然後真正離開之後你會開始懷念那些過去 我還好 你還好 對我就是覺得如果這樣我可以做朋友就好 我是會懷念 因為你年輕啊 你年輕當然會 等一下去懷念那些好的時光 對 我覺得我現在比較 對因為這首歌蠻抓我狀態的 他就是有一種 我覺得天啊這不是在寫我嗎 但因為我覺得越長大吧 或越火 你會越傾向自己可以選擇的生活方式多一點 就是會斷得很乾淨這樣 不適合就不適合 你會先以自己的選擇為前提 對就是 先愛自己一點 對因為生活方式或什麼你越大會越難改變 對 就會越越難去配合別人 嗯 因為比如說像現在你要我提條件我都會提那種比如說我們可以分床睡或是我們不要住在一起或是不要什麼這樣 對 是很痛苦 我覺得每個人對愛情他的定義都不一樣 不過你感覺你對愛情或是對兩個人之間的互動或相處是很有想法跟會記得很多事的 因為你的專輯裡面 我的爸爸有一個朋友然後他到我家看到我我房間的很多錄音設備 所以他就把我引建給這位製作人 對 了解 所以你們就開始開始做作品然後直到他行為止 對 一開始要做自己的創作專輯應該對於主題或想要做的事情是千頭萬緒的吧 就是你可能一開始覺得我想要做A然後睡覺起來會覺得算了要不要做做一點別的好了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糾結上面我們還好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寫情歌 然後我喜歡抒情歌所以我的方向很明確 然後也有一些 因為這張專輯是愛情嘛那有寫一些親情的 所以我們就把愛情的這幾首歌把它撿起來 然後就還蠻符合我們這一張戀愛手札的這個title 他就是有愛情的每個面向 對 因為像剛剛我不是你養的貓 他就是一個講比較在講愛情裡的自由等等的 那待會要給大家聽的歌是煙火 煙火還蠻抓我的耳朵 可能當然我對於鋼琴是比較沒有招架能力的 所以我就會對比較into這種歌曲 但像這個歌其實他講的還是一個浪漫的事情 對就是你是享受那個對煽爛的火花等等 對因為我也當然我也曾經有過 我覺得寫情歌的好處是 他可能跟絕大部分的人的生活經歷都會不謀而合 對你談過戀愛你當然就會享受過快樂的時候 當然也有想面對到不快樂的時候 這些都會有 對啊寫這首歌的時候呢煙火 寫這首歌其實這首歌詞不是我寫的 那我們這首歌取出來之後 就給製作人聽聽看看他有沒有想法 那他就把煙火這個名字填進去 那填完之後隔一個禮拜 台北市政府就宣布大稻埕的煙火節 所以我們就剛好搭這個順風車就拍了這首歌的MV 因為剛好在放煙火的時候 我覺得在台北要遇到煙火也不會很難啦 上下半年都各有一次 但是要很壯觀的煙火蠻難的 至少當天不能下雨 對我們就是遇到一次有下雨 你是那種會讓自己戀愛沒有間隔的人嗎 就是比如說這個結束了 不會不會 中間還是會等一等 對我比較傾向遇到對的人 然後不急這樣子 寧缺勿爛這樣 對對對 想要品質比較好的戀愛這樣 我也遇過那種很多朋友就是他是不能 對可能怕孤單吧 就是一定要一個事情掛在心上這樣 我一個同學他就是嫁去別的地方這樣 不在台灣 然後他嫁過去後來離婚了 那離婚之後他就很寂寞這樣就很寂寞 所以他就開始到處交朋友 但是他他就是讓我感覺到很有反作用力的那種 比如說我今天我因為現在很孤單 所以我到處去認識人跟 很快就會跟新認識的朋友掏心掏肺這樣 對然後就會有點反而嚇到人那種 對瘋狂輸出這樣子 這樣不太好吧 但對你自己來講 你是那種比較 感覺你是觀察大於表達的那種 對我其實觀察蠻細微的 然後我覺得如果是我啦 我會覺得就像剛剛講的 我不會一直讓自己 我反而會想花時間花在自己身上 然後讓自己沉澱一下 想說自己要什麼 對你的獨處時間是多的嗎 嗯算不多 因為我自己也怕孤單 但是我不會一個人想要 就算我很孤單 我不會一個人想要去哪裡 嗯 比如說去旅行 一個人去旅行 我覺得那個 我超會的 我覺得那個會讓我 我最近一個 我甚至跟朋友一起去 我都會刻意要有獨處的時間 哦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去 不知道我會沒有動力 但是真正一個人去的時候 又覺得還好 我覺得我就是跨不出那個坎吧 不會你會跨得過去的真的 你以後 我剛剛寫歌的人一個人旅行 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體驗的方式 這樣 OK 好啊 聽聽這首歌這是煙火 收錄在吳映成的個人專輯裡面的抒情作品 歡迎你回來這裡去音樂 聽光光剛剛聽到的歌 沒有你的一切 這是吳映成在他的個人專輯裡面收錄的創作 對 哈囉 哈囉 光明哥 沒有你的一切 這歌在亮相的時候 它有點像是那種日劇的結尾 就你知道日劇結尾不是劇情還在走 它音樂就會先進來嗎 對 就是那個前作感覺好像 然後它的 它的第一個hook又是 就是直接唱 唱助手 對 直接唱助手 很像日本的方式 對啊 你那時候寫這首歌的時候 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釋懷 就是自己認為自己已經不在意了 但是其實還是很在意這樣子 對 這首歌是我跟我一個大學朋友一起寫的 對 你寫歌的時候 因為我想你要收錄在專輯裡 你絕對不可能只寫這十首歌嗎 對啊 你自己原本累積的創作大概多少 大概 快三十首 那也蠻多的 對 那你怎麼選 是絕選還是大家一起開會這樣 應該說是我們配合這一次的專輯主題 然後去挑幾首歌 對 然後解決挑比較適合 對 然後有比較空缺的地方 我們再寫一首新歌 再重新寫 對 這種時候的重新寫 其實應該會蠻有壓力 很有壓力 我覺得很有壓力 因為你之前寫你可能是抱著一種 沒關係我先寫 寫寫看各式各樣的歌這樣子 但當你是已經命題作文的時候 它其實相對會來的有點 對 而且又是為了個人專輯 你已經確定目標要去哪裡 對啊對啊 最後三首歌就很難 很難伸出來 吹很久 你自己在聽音樂的時候 然後對你來說的音樂啟蒙是誰 就是可能聽到某一個歌手或某一個 對很厲害的人覺得 哇我也要像他一樣 我覺得是 周杰倫林俊傑他們 他們就是華語流行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超級厲害 對 然後我覺得蘇打綠的詞也寫得很好 他們的詞就是 對 因為我聽說中文系的啊 對啊 正大中文系 對對對 對啊 然後創作方面來講我覺得盧廣仲也不錯 嗯 廣仲很生活化 對 他是生活化 但是他是有在 有在努力生活當中找感受的 啊 對 這個是很厲害的 嗯 對 對啊 因為其實大部分事情可能很多人都會發生過 嗯 那怎麼樣把它寫得 呃 好像跟別人的感受既有共鳴却又不太一樣 又有自己读到的見解 對對對 同中求一好像是創作 尤其當代的最重要的事情這樣子 因為不然真的很難 嗯 對啊 你的創作大部分都是那種 很快速的完成的那種嗎 嗯 還是 就一氣呵成的機率比較高還是你會修 修來修去修很久這樣子 我會分很多天 因為其實每一天聽到的你的東西都 不一樣 髒的不一樣 你今天聽可能 你耳朵已經疲乏 但你隔天再聽你就覺得 不對這地方要改掉 哦 所以你會給他一點時間 對我給他一點時間 然後反覆聽 啊我沒有我都靠直覺在那個欸 真的嗎 對啊 一天就結束了一首歌 我頂多歌詞會隔天起床再看一次 哦 但頂多是隔天 對 嗯 那你的創作習慣比較是詞還是曲 旋律比較多 嗯 曲 哦 但是詞的話如果我有想法也很快就可以出來 嗯 對 所以詞對我來說比較困難一點 詞比較要真的要一起合詞 對要想一下 哦 嗯 你你從開始 對音樂有興趣應該也 除了聽歌以外 你你應該也看過很多現場演出 嗯 現場演出 有看過很多現場演出嗎 嗯 就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我覺得他可能會加 是指演唱會嗎 對對對演唱會 其實演唱會我 Live House那種 很少 很少 就是學生時期看的比較多了 就是學生跟校園 學校那種 那也算啊 那也算啊 但有沒有幾個moment是你覺得印象很深刻的 他可能不是什麼大明星或什麼 但他可能是讓你覺得很熱血 或是覺得哇這個moment很有意義 我覺得應該是我第一次看演唱會的時候 嗯 看那個羅志祥的演唱會 哦 對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 可以理解 很 那個場面很壯 很壯觀 對 然後他的特效什麼的都很 對 因為小豬是比較頂規的演唱會 對 嗯 那個螢幕啊 哇 對 整個超好看 對對對 而且因為那種舞台是要壓台的 就是你要去駕馭那個舞台 就是你的人的氣場或什麼 沒錯 對那些可能是要配合的 的的的的上的 嗯 對 好像才能跟那個舞台一起完成那個演出 嗯 對 這樣子的感覺 我現在在想我看過印象很深刻的演唱會 可能比較是音樂季那種 哦 音樂季 對 大港開唱那種 大港也很好 大港我今年去看那個 那個洪沛宇跟葛西瓦的演出 今年是不是叫台灣季啊 沒有台灣季是在屏東 不同的東西 對然後大港開唱是比較行之有年在高雄流行音樂中心的周圍這樣子 對 然後音樂上大港其實當然也很生猛這樣 就是他有很多很 心面孔 有心面孔 然後也有舊面孔這樣子 對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綜合的兩天 蠻好玩的 我覺得如果你 有機會可以去 對呀 很喜歡音樂的話你去那邊感覺會 嗯 蠻快樂的 好啊 OK 好吧 當然也要給大家聽的歌叫做你不懂 對連續接連男手是比較 相信的歌 悲一點的 對呀 這首歌呢 這首歌我是在寫一個被 背叛的 的心境 就是 女方可能已經離開了 嗯 那他男生就說 嗯 你不懂被背叛的這種痛 所以你才會做出這種那麼傷人的事情 對 對 比較自私的人 對 但我 呃 但我 我 我覺得像 這種 呃 因為對我來講我是負面情緒比較容易讓我寫出歌來 哦 對 就比較傷心的時候我會比較容易寫歌 對 對啊 你自己呢 我自己應該也是 也是 就是我 我看我的這些歌 嗯 比較快樂的歌都是後來才寫出來的 嗯 那我自己的歌都是比較悲一點 傷心的 因為我覺得比較悲一點才能夠 激發你的 引起 引起別人跟自己的那種 共鳴 共鳴 激發你的恨意這樣 對啊 我後來都是拿那個情歌的填詞來罵人這樣 對 譬如說談了一個很很很糟的戀愛這樣 嗯 然後我就寫一首歌來罵他好了 就通常那個歌詞都會被用 哦 對 我覺得提供給你這個方式 好 好 聽聽這首歌你不懂來自吳英辰的個人專輯 歡迎你回來這裡是音樂聽光光來自吳英辰的作品寫給很久以後的我們 我很喜歡這個title 對這個其實就是友情跟愛情並行的一個一個作品 而且這只有你們這種年紀講比較適合啊 其實還好啊 如果是我現在講說寫給很久以後我們想說我也沒有很久了 對也沒有很久以後這種事情就是寫給以後的我們而已這樣 對啊因為你們因為以你的年紀或狀態其實你還有很多可以期待或是想要去的的事情 我有時候其實很羨慕這種熱情吧 對 我最近從旅行裡面感受到就是我對城市跟呃旅行這件事的本身的熱情已經漸漸在降低 再降低了 對就比如說我會嫌坐飛機久會嫌坐飛機麻煩 那個應該是已經玩太多次了 然後就覺得很累這樣就是對但其實你當然到了當地你還是會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它是另外一個風風風風風光 對另外一種景色這樣絕對是 但就是你會去想到開始已經會覺得 天啊我去過五天回來不知道要累多久這樣 對就是會有這種對啊 這種想法出現 所以我每次像像這一種就是對未來還有期待的我都會很羨慕 對啊這首歌其實就是對未來的一個埋下一個時光膠囊的感覺 對啊 你要做呃創作跟當歌手這件事情有需要跟家裡拉扯嗎 嗯不用欸 因為其實 他們是支持你做這件事 對小時候就是學學音樂 然後學到五年級然後之後其實他們都很支持我我要做什麼 不管我要做什麼 嗯對那他們的主要的想法就是你還是要好好認真讀書 嗯然後之後你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嗯對 所以你也符合這個標準 嗯其實不符合這個標準 但是就是其實他們覺得你盡力走到那裡 你有做一件你擅長的事情就就夠了這樣 嗯對 現在發完專輯之後你有覺得鬆一口氣嗎 覺得說哦原來是這種感覺 好開始有這個嗯 想像中想要做的事情的體驗了這樣 嗯就到目前為止你的感受 有跟你想像中接近嗎 我的感受嗎 應該算有有一點差差別啦 就是不管是上廣播啊什麼 那個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新的體驗 所以我其實覺得還蠻新鮮的 如果你知道前陣子就是大家不是很著迷那個MBTI嗎 就是那個什麼你是什麼INFJ ENFJ 自己的人格嗎 對最開始不是就I跟E嗎 那因為E型人格通常會被認為比較活潑一點 嗯 但我覺得我覺得我的最大的轉變是我 十年前冊跟我上個月冊已經有點不太一樣了 怎麼會變那麼多 我的開頭變成I了 對就我開始變自閉這樣 I是自閉的意思 就是比較沒那麼活潑這樣子 比較社交會比較謹慎這樣 比較謹慎一點 哦謹慎哦 對然後比較沒那麼活潑 其實這樣也好就是你你去慎選你周圍的交友 有些不必要的社交其實就不用了 但是因為其實如果你上通告 或是你要宣傳你自己的作品 你是被迫要當個E型人 對啊 對就一定要就是表現出活潑的樣子 對 對 但這件事目前對你來說還沒有 嗯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才剛開始進入這件事情 對可能 對啊 而且你發完作品之後應該也會有一些feedback 不管來自家人朋友或是網友都好 你有印象很深刻的覺得說 可能真的對你是蠻大的鼓勵的某一件事嗎 嗯其實我覺得就是發完片之後 大多都是來自正向的鼓勵 嗯那嗯對我來說 嗯該怎麼講就是我覺得 太多太多大概都講差不多的事情 我懂的 對就是可能這個歌我很有共鳴 嗯 但是很開心的是每一首歌都有 都有人單獨的把它點出來說我喜歡哪一首 哦那這樣很棒 對然後每一首歌基本上都有被不同的人點過 這是對我來說蠻大的一個鼓勵 我懂 因為其實你自己一定也會困擾過 譬如說打開的順序或是什麼這些 對對對 嗯好啊現在已經發了專輯 應該也會蠻期待自己的現場演出的 對我覺得現場演出就是 累積一些經驗這樣 嗯了解 你自己做完的時候你有那種 某一首歌或兩首歌是你自己覺得哇 好棒好棒這樣做完自己覺得很有成就感 自己也特別喜歡 他可能跟主打的順序無關 或是別人的喜好也無關 對他只是你單純自己的想法的那種 我覺得應該就是第一首歌陷阱 跟寫給很久以後的我們吧 嗯頭跟尾 對我覺得頭跟尾 為什麼 呃第一首歌我覺得是因為他是我第一個作品 我自己做出來第一首歌 所以我在對於他的一些細節 我很呃很比較講究一點 嗯 對那最後一首歌的話是我覺得 我在唱的時候我覺得感觸很深 就算詞不是我寫的但是整個旋律啊 然後還有他搭配他的詞 我覺得這首歌我也很喜歡 嗯了解 對我剛其實本來想要播草莓蛋糕 不過聽你這樣講我想要播陷阱 對 就是待會要給大家聽的歌 對 因為如果這首歌其實是有個意義存在的話 我覺得也還蠻好的 嗯 對啊 因為他既然被放在第一首歌 我覺得他一定對你來說有某種什麼 嗯 開天閉地的 對 對 重大的那個 對 意義存在 第一個自己的作品就是這首 第一個 比較完整的啦 自己的作品是說自己寫的還是自己完成的 自己寫的 連邊就 哦你說寫寫歌的 對 我想一下我人生寫第一首歌還在哪裡啊 放在哪裡我想一下哦 他有發表他有發表但在哪裡 對 算了我已經忘了 對 有賣給別人還是什麼 我好像自己有唱 就留在自己 我已經忘記了 哦 對 但 因為現在比較多是寫文字居多 哦 因為現在會嫌陸對魔麻煩 哦 對 但是 但是 其實用旋律表達自己還是一種 很有藝術感的抽象感的 很有溫度的東西 對 因為他是用感受在 跟大家分享你其實心裡的感覺 嗯 其實陷阱應該也是 對 對 因為他 你這麼一說我也覺得他其實情緒是濃的 對 就是他一定有那種 呃 當你在嘗試著想要用旋律來表達一些自己比較抽象的感覺 對 對 對啊 OK 現在剛開始宣傳應該也去了不少地方 對 就上上電視節目也有上 廣播 我覺得上電視跟廣播哪個比較恐怖 哈哈哈 剛剛開始是都恐怖 但是現在我覺得上電視恐怖一點 對 因為電視還要過畫面 對 對 你可能不能 表情 亂看 對 對 你要非常注重你的 儀態 對 也不錯 這都是很好的體驗 對 但是廣播如果是直播的話其實也會蠻緊張 哦 因為當下就是講出去了 就是講出去的話就 對 哦 了解 我不知道我現在 哦 因為我已經沒有在上電視 上電視 之前光評老師 比較會啦 就去一些什麼娛樂百分百或什麼 去當評審 談話節目 但是去玩的 哦 對就是 那還會有點怕怕的嗎 我不會怕 壓力 有點壓力都沒有 我不會 我也不會去 對 我好希望變成這樣 哈哈哈 不要像我那麼無感 你要保持你的熱情 OK 好啊 期待你的現場演出 因為這些歌 其實我覺得很多歌在現場表演或表現的時候 應該會有不同於專輯裡的表情 對 但是可能厚度是一樣濃厚的這樣 好不好 期待你的演出 那大家在網路上要怎麼找你 可以追蹤我的IG YIN底線CHENGG 或者是搜尋我的名字 口天舞 然後照框印的印 好 然後呈現的成 嗯 對 大家可以找找映成的社群 然後聽完歌之後可以跟大家分享 看你的感想是什麼 這樣 好不好 最後就來聽這首歌 這是他的第一首創作 在這張專輯裡面也被擺在 呃 朱大哥 的開頭 OK 聽聽陷阱這首歌 謝謝你來 謝謝光明哥 拜拜 拜拜 拜拜